观众朋友们午安 感谢你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宅圈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公议员是郑村琪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刘彩为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尚义夫 好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今天在立法院这边 韩国瑜进行了这样的团拜仪式 那他讲说 这是首次以院长的身份 来主持新春团拜 那他说三党不过半 但是大家都还是一家人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一次是三党不过半的情况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何尝不是代表我们台湾社会 各种多元的声音 因此没有一个委员 或者党团声音是独大的 我们觉得每一位立法委员 不管是大党小党 都要予以一视同仁的尊重 我们彼此要认知到 我们都是一家人 若干年之后来回首前程 相信每一个委员同仁 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对 看起来韩国瑜 已经立下了这样的一个人设 就是要跟大家都当一家人 但问题是对于民进党来说 民进党政治性格 真的会跟你一家人吗 看看韩国瑜现在 目前联合报 他有这样的一个分析 是不是要改变人设 当这个刹车匹 但是国民党反倒应该是要 鹰派理性的问政派的路线 现在是不是开始有一些对撞 因为蓝营也嗅到说 韩国瑜现在是不是人设正在转变 对于媒体 感觉上面比较谨言盛行 比较少发言 京剧也不敢随便乱说 怕被人家多做文章 甚至还重用了立院秘书长周万来 所以看得出来 韩国瑜现在目前的路线 就是想要坚守议事规则 还有中立的原则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中评社 他就讲说 韩国瑜这三个特点 站稳脚步其实意义非常重大 第一是用人为才 再来是在关键事情上 站稳立场 还有处理事情的手腕上面 这三步要来站稳他的脚步 韩国瑜或许不会成为 配合蓝营党团权力冲刺的 战斗院长 而是维持议事中立的 全民院长 但是这个蓝营的委员 就应该要跟韩国瑜分进合集 院长的人设是要和气 但是国民党的立委 必须要成为战斗篮 才能达到监督执政党的一个效果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民进党是不是 反而好像有点 想要捣乱的这种感觉 你看柯建民讲了 他说提了新春三个愿望 他讲说 希望立院可以一团和气 然后这种状况可以维持久一点 希望立院之间的恶意攻击抹黑 适可而止 他这一番话要不要先讲给民进党的立委们听 因为恶意攻击不就是从你们开始吗 你看看 韩国瑜跟孙小雅的这样的互动 黄杰马上跳出来就讲说 这个举止不够庄重 大家又要开始在那边好像暗酸韩国瑜 你要拿这种什么吃豆腐这样子的一个词汇 贴在人家身上 那不就是一种恶意抹黑吗 再来他们讲说 不要以为你脚舟万来就可以浑水摸鱼 吴思瑶又要讲 你该上班就要上班 韩国瑜你不要砸了立院招牌 这不都是一种恶意攻击 然后抹黑吗 所以这柯建民先跟自己民进党的人先讲清楚吧 而不是好像讲了一副自己是受害者 再来我们看看 郭正亮也建议 就说蓝营不要理会柯建民就好了 因为现在民进党态度就是一直指控违宪 然后一定会在立法院大吵 他说所以建议现在蓝白就是不要理老柯 把法案通通通通过了之后再说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看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攻防 就是在于到底卢秀燕需不需要来背询呢 林郡现在讲 讲说这个要不要来的决定权是在卢秀燕身上 一切都有法源的依据 卢秀燕应该比谁都还要来得清楚 毕竟他当立委的时候 也曾经邀过地方的首长来列席说明 我们看到蓝营的委员立刻反击 罗志强强哥他讲 他说那照你这个绿营的思维 OK啊 好啊 比照办理啊 如果卢秀燕要来的话 那高雄市现在的辣椒粉里面 不是也有致癌物吗 陈其漫要不要也来啊 王红我也提到啊去年台南登革热也非常严重 黄伟哲要不要也到立法院来背询啊 如果你们觉得卢秀燕该来 那就来 那是不是其他绿营首长也要准备等好 大家会邀你过来立法院说一说呢 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王定宇讲 讲说啊真相只有一个啊 风我却的卢秀燕你要诚实面对 感觉上面好像大家纷纷要在卢秀燕这件事情上面 赚取政治红利要蹭一蹭啊 可是你看巧欣就电他啊 他说哎呀 你说到诚实这件事情你是最没有资格的啊 你这个脸书假打卡还给儿子做饭 也是照道徒啊 那是不是你应该要先好好面对诚实 你怎么有意思提成 怎么好意思提诚实呢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上公 上公怎么看现在这个韩国瑜的新人设 我觉得当然一件事你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瑜甚至于说新春的团拜里面 他都照着事先你好的稿子的要点去讲 看得出来韩国瑜是想做一个 他的行为举止是想做一个 符合他现有职务的表现 就是说我立法院院长 已经是立法院院长 我的表现就所有的行为举止 就向一下立法院院长 当然他今天的说法都还算是 平平稳稳的就过去了 当然未来立法院的朝野的问题 就不是韩国瑜说一家人就一家人 当然立法院未来三堂不过半 他一定有所谓的攻防 当然柯建民希望一团和气久一点 我觉得一团和气已经结束了 大体上都已经结束了 没有什么在一团和气的问题 你看柯建民也说了 国民党是宪法盲 也提出了一些事情 当然可以看得出来 在未来三党的交锋过程当中 是真如柯建民所说的 攻而不破 换言之我们 我们换个字子叫斗而不破 大家可以斗争 但是基本上就是维持一个 在政治上或是议案上的较劲 而不是一个真正所谓的 你死我活了 打架或干什么的等等的状态 当然我们希望看到的立法院 也是一个攻而不破 斗而不破的状态 就是大家对民生福祉法案上面 大家都可以在议事攻防 或是在发言上面 彼此里面攻防 去换取一些你想达到的理念 对社会有帮助 但是就政治议题上面 很难斗而不破 很难斗而不破 比如说听政权的问题 这个东西到底要不要过 当然你柯建民一直在讲 听政违宪的问题 我个人看法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如果立法院用调查权的时候 对于事件的听政可不可以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讨论的问题 不一定涉及到违宪的问题 所以当然民进党里面 对于国民党的事务上面 就刚才翟轩也念了一些事情 也是在攻击一些国民党的问题 当然所谓韩国瑜跟孙小雅 搭监的那一幕 似乎看起来并不是 是那一天似乎 那一个影像公开的时候 是孙小雅站的位置 大家要进行一个 好像要送春莲还是什么的时候 请他挪个位置 只是搭在也不是肩膀上 稍微一个位置 韩国瑜该上班就上班 这个是我最好奇的一件事 请问一下 吴思瑶立法院院长 何时上班 何时下班 我跑立法院这么多年 我真的不知道立法院院长 该什么时候上班 该什么时候下班 就好像立法委员一样 你该什么时候上班 你该什么时候下班 我们真的要比照朝九晚五吗 那委员会下午上会以后 各委员都回去了选区 那个人民付你薪水 在立法院问证算不算 你应该留在立法院 民意机关最大的特性就是 没有所谓的强制性的 所谓的上班与下班时间 就有会你来开 开完会你可能身为一个民意代表 你要回到基层去 听取民意 或是跟基层上面互动 去了解地方发展需求等等 到底何时上班 何时下班 我们在立法院跑三十几年 经常也看过立法院院长 一整天没有出现在立法院 所以对于上班与下班时间的定义 我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 有一点太混淆了 有一点太混淆了 民意机关里面 大家看的是你问证成绩 跟开会的状态 而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上班与下班时间 每天都上班 每天都固定下班 每天随便问一问 然后一个月领20万 他也可以准时上下班 所以立委的一个问题 不在于他准时上下班 而是在于他的问证表现 是不是可以对国家做些什么事情 让国家能够更好 好 来 问证老师 当然立法院开了一个新的格局 第一个就是终结了过去 民进党一党独大在立法院里面 为所欲为霸道立法 那个汉无天日的日子 终结掉了 希望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们留下的恶机 他们犯下的罪行 是应该要清算的 第二个 像三党国博伴 至少可以比较 发挥一个互相制衡的力量 但是恐怕也会充满了耳鱼 我照顾你光看看立法院长 那个职务之争的时候 民进党跟民众党 私下是怎么勾结的 那么未来在立法院的议制过程中 不管是法案 不管是人事 是不是只有充满的交换 充满的勾结 充满的安排交易 我想对于民众党这个关键少数 你不可以认为说 因为三党不过半 民进党不可为所欲为 就会走向一个正向的 问证的一个理性的过程 未必 民众党这些都是一些坏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前居可见了 第三 在这种情况之下 韩国瑜讲说都是一家人 我认为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 站在台湾的最大利益 我们这些立法委员 都是台湾的选民选出来 在这个利益上都是一家人 你各个政党可能有 个别的差别的看法 可是最后政策要落实到 台湾的最大利益 在这个地方是一家人 谁违反这个 谁就不是真正爱台湾的 你在这个前提情况之下 大家好好来问证 第一是提到说 他意识中立跟他说是不是要 他原来是国民党的战将 本来你今天做的立法院长 就不应该偏袒任何一个政党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立法院的最大的职责是 监督跟制衡 行政院知识大怪兽 所以你整个立法院 你只要立法院长 好好把立法院这个尊严秉持好 所有的立法委员 不管你哪一个党 你都要好好的发挥 立法院的立场 这个可没有中意 你意识中意 可是你在论证 那可一点都不中意 天经地义就是要制衡 就是要监督 就是要好好对付行政权的 所以这一点没有什么意思中意 我倒是要讲说 你在立法院这个前提 为了台湾人民的利益 就是以监督 制衡 行政权这个最大目标 请问你现在执政党 民进党这些 在立法院这些立委 你们是以党团利益为目标 以民进党的利益为目标 当行政院的附庸 还是你真的会把一个立法委员 一个立法院的尊严 把台湾人民的民意 放在最前面 这只要考验你们 韩国瑜知道秉持这个 站在台湾最大的利益 好好地让你们看看 每一个立法委 他会讲 每一个立法院没有谁特别大 大家好好把职责弄好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像吴四瑶 你就黄杰那个满口的胡言 然后刚抓到权力 就要喷黑别人 已经很烂了 吴四瑶你是老立委 刚刚上一夫讲了 那这么清楚的事情 他难道不知道吗 他故意血口喷人 长得像个人样 满口喷出来都是独裔 这个人这么邪这么坏 你这个新潮流这种德性 你光看这个 那你在反访柯建民说 大家好怎么样 讲了一副仁义的历史 你光看看你们这两个立委 特别是吴四瑶 这可以原谅吗 你难道不知道吗 那个心有多坏 就是要故意抹黑 过去韩国瑜在高雄市 那个所谓上不上班问题 你直接扣到这边来 恶毒到这种地步 这个就是心怀鬼胎 然后当然最后 刚刚提到说 那个地方行政首长 要不要到立法院来备巡 我是先不太同意 国民党那两个人 不管是罗志强 还是王宏为那个态度 那意思是说 他这样子 陈其漫是不是要 你们先表态 你们赞不赞成 卢秀燕要去 当然卢秀燕个人要做 他做决定 你们应该说 我们先赞成去 那以后 然后你们其他民进党的 其他各地方县市执政 比照办理 该来就来 您进去你不要两套标准 但是你们自己这样 变成反栓回去 好像在保护卢秀燕 那你到底赞不赞成 如果说整个监督 立法院的监督权 地方代表 地方首长应该去最比较好 那你应该维持 这个立法院的共同力 第二个在卢秀燕这个事情上 没有见不得人 该去备巡就去备巡 从此因为这样 以后就可以要求民进党 现在包括高雄这些 陈其漫这些 你当然就要来 你这样子弄回去 那个所谓的那个 我觉得林俊燕就是故意要酸 他们好像这么满脸斗花 可是他们这两个 先用这种挡回去 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好 好 彩卫 其实大家一起都在讨论说 韩市长这个新人设 新人设 倒反而我觉得 不是所谓的新人设 我觉得韩市长 他现在应该是要叫院长了 院长他只是拿出 不只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该有的态度之外 其实你会发现 院长韩院长他过去 一直以来都是对事不对人 对事不对党 所以今天他在立法院 一定会把整个院长的态度 拉回正轨 把整个立法院拉回正轨 大家还记得 过去的立法院是什么吗 游席坤就是柯建明的橡皮图章 游席坤就是柯建明的一个吉祥物 柯建明跟游席坤两个人站在那边 你还会以为柯建明才是真正的院长 其实事实上 过去的立法院大家都知道 院长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而且第一院长也不公正 所以今天韩市长在这个位置上 他除了告诉大家 大家都是一家人 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接下来我在立法院 我一定会做一个 非常非常中立的一个院长 我一样我在处理 我在处理事情的态度 我在处理开会的效率的时候 一样是对事不对人 大家有事情好好的来协商 所以我觉得可以预计 接下来韩院长他在立法院 他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中立的 他可能也不会说过多偏袒谁 而是就事论事 我觉得这是院长他现在要告诉大家的第一点 第二点 我觉得整个民进党很奇怪 不管是资深还是资浅 我觉得他们都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像是这个黄杰 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到底在立法院 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立法委员今天民众寻你出来要干嘛 就是要去监督执政党 就是要去监督行政院监督总统府监督 现在在执政的官员这个单位 可是黄杰从一开始都告诉大家 他要监督谁 他要监督韩国瑜 他要监督徐晓星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毫无逻辑吗 如果我选你出来是要监督韩国瑜 我选你出来是要监督徐晓星的话 那我干嘛还选你呢 而且这是在间接的 你在藐视民意 徐晓星今天是不是选民选出来的 如果你要监督徐晓星的话 是不是等于你在监督松信的选民 所以我觉得黄杰他根本搞不清楚 他今天进到立法院到底是要做什么 然后他开始就想说什么 韩国瑜这个很不得体 很不端庄 那我就很好奇问了 请问你扮演三道猴子 然后蹲在机车上面 这样有比较得体吗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样双标 民进党可以做的事情 国民党什么都不能做 国民党只要表现出该有的礼貌态度 就会完全被民进党抹黑 你看这是不端商不得体 所以我觉得现在民进党他们很担心 之前我讲孔寒正 他们非常担心什么呢 他们很担心第一自己在立法院 毫无焦点 毫无焦点然后也拿不出成绩来 因为其实事实上你看黄杰 他完全对立法院 他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他也不知道他要推的优先法案是什么 所以他们很担心自己被看破手脚 所以担心之后只好去抹黑韩国瑜 然后让整个媒体 让整个网路上面的舆论焦点 然后变成是 你看韩国瑜这是不好 你看黄杰还是有在帮我们监督 韩国瑜的 但是大家其实是想 你们选出黄杰是要他去监督 韩国瑜的吗 是吗 其实不是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会讲出这些话的 包含黄杰 包含这个 一些林俊宪还有包含吴思瑶 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诗歌 最后我要再讲一个 立法院可以邀请社会人士去 但是是去列席 并不是去质询 如果这一些林俊宪 王定宇这些资深立委 连这个都搞不懂的话 我还真的不知道 过去这几年 他们在立法院到底学习了什么东西 只有学习到一个 不断的抹黑国民党而已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当然 新闻 Nu 去 去 感谢观看